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12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3月底才在印度发现的新冠双重变异病毒B1617 正在疯狂进入加拿大 由于确诊数字飙升 今天下午 加拿大东部安省正式宣布 在4月春假结束之后 将继续关闭所有小学和中学 全部实行远程学习 综合加拿大各大媒体的报道 来自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的资料显示 印度目前已经成为 加拿大最大输入病例的来源国 3月下旬以来 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 从新德里飞抵多伦多的航班上 就有42位旅客确诊新冠 而且感染的都是最新的双重变异病毒 3月24日 印度报告发现一种新的双重突变的新变种病毒 被称为双变异 具有两个已经识别变种的特征 印度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明确指出 这种变异带来了免疫逃逸 增加了传染性 目前印度新冠疫情蔓延速度惊人 印度卫生部4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单日新增确诊131968例 超过13万例 全球最高 印度卫生部证实 确诊病例已惊人的速度增长 原因就是出现了这种双变异病毒 疫情如此严重 印度上个月就已经禁止了国际航班飞行 然而加拿大和印度官方却通过了一项名为空中桥梁的特殊安排 有加航和英航互飞对方 每天两个班次 统计显示 3月3日以来 所有确诊旅客入境加拿大时搭乘的航班中 竟有高达三分之一来自同一个出发地 印度新德里 此前威胁性极强的英国变种 南非变种和巴西变种病毒 已经让加拿大各省的确诊人数不断破纪录 现在又加上印度双变异病毒 这一波疫情真不知会有多凶险 面对更加凶险的第三波疫情 专家们认为 除非有更多的加拿大人接种疫苗 否则在日常情况下 人们感染病毒的风险更高 连过去以为的两米安全社交距离都不再管用 温哥华输入病例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2月22日入境强制隔离政策实施以来 共有106位旅客在到达温哥华国际机场之后 拒绝到政府授权的酒店隔离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因此向他们开出 每人每天最高3000家园的罚单 卑氏疾控中心的报告称 4月初以来 已有23架离开或抵达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航班上 有确诊新冠的乘客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更证实 过去6周以来 平均每天都有50名确诊乘客抵达加拿大机场 这些乘客在飞机上会不会传播病毒 飞机落地后 这些奔赴四面八方的旅客 又会不会把病毒带到新的地方 有些问题简直都不敢多想 温哥华太阳报的报道称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发言人塔米·贾博表示 2月22日以来 卫生部门已向106位抵达卑师 但没有预定政府授权隔离酒店 并随后拒绝前往的旅客发出稿票 贾博表示 这些人要面对最高达3000家园的罚款 而在政府授权的酒店 简易三晚的费用约为2500元 报道指出 目前并不确定有多少罚单已有交费 也不确定有多少人将向法庭提出申诉 据统计 2月22日至4月6日之间 近17.6万个旅客 经路空抵达佳境后 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贾博称 其中有2282人被检测出阳性 阳性率为1.3% 他表示 这相当于每架载客100人的航班就有一个感染者 贾博表示 2020年3月到今年4月6日 有270万人乘飞机抵达本国 另有900万人开车前来 但是强制检测仅在今年初才开始 在此之前 不知道有多少乘客已确诊 经路路关卡 抵达者需要提供过去72小时内完成的新冠检测结果 但不需要在政府授权的酒店中隔离三天 据CBC报道 加拿大针对航空旅客的强制性酒店隔离检疫政策 迫使大量的雪鸟族选择从陆路返回加拿大 每家边境城市的美国租车业务大幅增长 也帮助这些加拿大人逃避高昂的酒店隔离费用 雪鸟族是对定期去美国南方度假或定居的加拿大人士的理称 因为他们大多已退休 头发雪白 冬去春归 飞来飞去 因此用雪鸟形容 根据加拿大政府发布的防疫法规 从外国进入加拿大的民航乘客 必须在卫生机构指定的酒店隔离观察至少三天 等待新冠检测结果 但从陆路边境进入加拿大的旅客却不受这一规定的限制 他们只需提供新冠病毒检测证明 和自己在家里隔离防疫14天即可 实行这样的双重标准防疫措施的一个结果是 雪鸟族在春天返回加拿大时 纷纷选择乘飞机到美加边境城市水牛城 然后乘坐出租车 过尼亚加拉瀑布大桥边间海关进入加拿大 很多人只需要花100加元就可以入境 在缺少进一步核酸检测的情况下 又会有多少感染者入境 就只有天知道了 新冠疫情凶猛 ICU爆满 死亡人数互相激增 然而在某些人的眼里 这些都比不上自由更重要 昨晚4月11日 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数百名抗议者 无视宵禁令 上街游行反对疫情期间的封锁令 并引发骚乱 数十人在老城区砸碎了商户的窗户 纵火破坏公物 并高呼年轻人自由等口号 据CBC CP24等媒体报道 4月8日 魁省单日新增确诊标升到1609例 为1月23日以来的最高点 魁省省长乐哥在当天下午5点的发布会上宣布 将蒙特利尔和拉瓦尔的宵禁时间 从现在的晚9点半改回到之前的晚上8点 新规从4月11日周日开始执行 然而进一步的封锁政策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并在周日晚上举行了抗议活动 开始的时候抗议是和平的 人群聚集在雅克·卡迪尔广场 年轻人随着喇叭里的音乐跳舞 点燃烟花 高喊口号 除了现场很多人没戴口罩 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之外 看起来还算正常 但很快瓶颈就被打破了 有抗议者在卡迪尔广场上点燃了一个垃圾桶 和平示威瞬间升级为骚乱 早有防备的警察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疏散人群 之后警察又很快走进人群中 防止抗议者们聚集 但分散后的示威者仍然不甘寂寞 又在许多十字路口点燃了垃圾 街道上火光熊熊 之后 精力旺盛的年轻人 又开始砸碎附近商店的窗户 消防人员接爆后也赶到现场 奋力扑灭点燃的火堆 尖锐的警报声响彻了整个街道 一直到9点45分左右 人群才逐渐散去 但现场一片狼藉 当晚警方共逮捕了7人 此外还向违反了公共卫生措施的人 开出了107张罚单 按照目前的新规 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 晚上8点到凌晨5点之间 离开家的居民将面临1000家余以上的罚款 周一 警方表示 正在调查多起恶作剧 纵火和非法入侵的案件 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定 现场警察将可以提交更多报告 提供更多信息 周一上午 受骚乱影响街道的清理工作也已经开始 街头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碎玻璃渣和烧焦的垃圾 魁省立法机构的自由党常员 Marie Risky发推表示 一边歌颂自由 一边洗劫街道两旁商店的橱窗 这真令人沮丧 令人发指 蒙特利尔市长瓦莱里·普兰特也发推表示 周日晚上发生的事情绝对无法接受 尽管BC省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加强封锁 可以说几乎是加拿大各省中最严厉的 然而奈何病种病毒肆虐 上周四BC省新增了1293例 创下新高 上周五BC省新增了1262例 今天下午三点 BC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和卫生厅长迪德安 对周末以来的疫情做出了更新 上周五到周六 全省增加了1283例新增病例 上周六到周日BC省新增了1036例 周日到周一BC省新增了970例 三天内共新增了3289例新增病例 这是自疫情以来BC省新增病例数最多的周末 BC省确诊病例总数目前达到112829例 周末有18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 BC省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人数达到了1513例 BC省目前已经接种了100多万剂疫苗 卫生厅长迪德安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BC省卫生厅长迪德安今天表示 从今天起 所有55岁及以上的BC省民 可以开始注册以便预约疫苗接种 本周三4月14日 50岁及以上的BC省民可以开始注册 本周五4月16日 45岁及以上的BC省民可以开始注册 下周一4月19日 40岁及以上的BC省民可以开始注册 而在疫情重灾区滑雪圣地威斯勒 所有成年人今天起可以开始注册 BC省已经开通疫苗接种的注册预约网站 省长鹤井希望每个BC省民都注册 遵循三个步骤来等待接种疫苗 预约疫苗接种的三个步骤分别是 1.注册 当轮到所在年龄段可以接种时 在网站gov.bc.ca slash get vaccinated注册并获得一个确认码 2.预约 当省民可以预约时将收到电子邮件 短信或者电话的通知 这时可以进行预约 3.接种疫苗 按照预约时间访问相应的疫苗接种地点进行接种 除了在线预约外 省民可以致电1833 838 2323 以及前往ServiceBC办公地点进行疫苗接种预约 此外 所有55岁到65岁的BC省民均可在本地药房预约疫苗接种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